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古片上所说的降灵符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呀 足可以在关键时刻秀他一条小命 韩丽自然不肯轻易的放过了 不过此符炼制的难度也不是一般的复杂和困难 远超普通的五行符 如此一来呢 为了提高成功率 他除了提升一下制符术的能力之外 就必须重换一杆制符笔 他原先的制符笔啊早就该淘汰了 可惜的是这世间的事没有实权实美的 制符材料好买 但是满意的制符笔实在是不太好寻啊 前面两家仿饰店铺中 也有几家出售制符笔的 甚至其中呢 还有拿出非常稀有的顶阶制符笔的 但看了之后只是摇摇头 韩丽就离开了 这些制符笔也许用来制作普通的高阶符够用了 但是用来绘制降灵符这一类秘符 显然还略有不足 制符笔作为一种制符师才会使用的灵气 并不常见 就是有也大多是低中品阶的居多呀 因为对一位制符师来说 法力不足的话 强行使用高阶制符笔 也非但不能提高制符率 反而呢 会加大失败的几率 而制符师因为分心修炼制符术 修为又大都不高 甚至十有八九 还在筑基器以下徘徊着呢 能结单的专职制符师 整个天南修仙界也只有寥寥数人呢 您再说到什么元英奇的制符师 据韩丽所知 好像还没有出现过这种变态的家伙呢 大多是修为到了元英奇以后 一些老怪物们自己兼修制符术而已 并不是专门的制符师 而这些元英奇修士的制符术 也是千差万别呀 基本上都是专门修炼一两种 对自己有用的高阶符 但因为高阶灵兽皮和高阶兽血的稀少 自然无法多加练习的 成功率那就可想而知咯 这也就造成了高阶符 在修仙界有时候比顶阶法器 还要跪上三分的奇怪现象 高级符中的五行法术符 那也就罢了 大部分高级法术的威力 还不如法宝使用的威力强大 导致修士一结单之后 基本上都会放弃了五行法术的继续修炼 不过 这可不是说啊 那高级法术中真的一点用都没有啊 据韩丽所知 有不少种威力强大的五行法术 只要施展出来 甚至连猿鹰其修士 都不敢用挡其锋芒啊 但这些法术不但修炼困难 就是您领悟贯通了 施展起来 也是繁琐麻烦的厉害啊 有着时间 还不如直接用法宝攻击了 不过 韩丽隐隐的听其他修士谈过 木兰人的法式 却似乎突破了这个局限 研究出来 不少可以瞬间施展的大威力的灵术 让低阶法式 不用法器服务 就可以立敌普通修士 而不落下风 而高阶法式 在灵术配合下使用法宝更是如虎添翼啊 和稳圣 同些修士是毫无疑问的 这才会让天南数大势力 联手对抗木兰人 也只能自保而已 无法做到真正的击溃对方 施法过一小半 就早被同阶修士灭了七八次了呀 不过 在对敌时 突然配合法宝使用高阶服 倒还真是犀利无比 倘若真施展那些低阶服一样 一口气 你扔出了二三十个高级攻击服出来 别说是同阶修士 就是元英后期修士见了 也只能马上落荒而逃 毕竟这可相当于 遭守数十名元英期修士 共同一击呀 就是被攻击修士功法 和护身法宝在那天 只要修为还局限在元英期 就绝对应接不下来呀 但是如此的攻击呢 也只是想想而已 以此攻击就消耗数万零食下去 任谁也不敢如此奢侈的攻击呀 况且高级服务在修仙界 也是有价无事的局面 大多数高级服务 也是辅助性质的居多 寒利一边思量者 一边走在仿式的街道上 不停的向两旁较大的法器店和杂货店望去 一般也只有大型商铺 才可能有顶阶的制服比出售 那些稍小一些的店铺 不用去问 十有八九 不会有这种天门法器出售 更别说什么顶阶的了 或许那个别小店中 真有可能藏有什么珍品 但是寒利可不愿意浪费时间一一去找的 否则已天天成如此多店铺 他就是什么都不做 没有十来天的时间 也不可能全部看完一遍 街道上除了寒利之外 也有其他修士 是静静出出两边的商铺 神态各异的买卖自己想要的东西 其中呢 大多是主机器修士 偶尔也有少部分的结单修士出现 至于呢 练气器修士 除了天天成本城的修士之外 外来练气器修士 可是少之又少啊 寒利将修为再次演示到了结单中期的样子 所以路上遇到的修士再多 也只是被那些筑机器修士 用敬畏目光多瞅两眼而已 至于结单修士之间 不认识的则都是一扫而过 如此一来 寒利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自己慢慢逛着一家又一家的大型的店铺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当行李再次失望的从一处阁楼中出来的时候 一天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大半 看看有些发黑的天色 和各家店铺中陆陆续续开始亮起来的月光时 寒利有些犹豫了 他心里思量着 是不是该回住处去了 还是再愁两家再回去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吵闹声从前边不远处传来 仿佛有什么人起了争执 父亲的一些修士啊 也好奇的围着过去 哈利眉头一皱 当即两手倒背 面无表情的一转身 打算就此回住处了 可是还没等他走出两步远去 就一听到一声恶声恶气的话语 非常大声的传来 怎么了 你们落云宗修士都这么无赖吗 弄坏的东西不陪就想走 哎呀 不是不赔 只是在下刚买过其他东西 身上真没有如此多的零食 而这一张只是初级中阶的火云符 怎么能要三百零食这种价钱呢 顶多一百多零食也就顶天了嘛 况且我不是将本门令牌压在这里了吗 回到客栈就向其他同门借些零食再回来的 另一个年轻一些的男子声音也有些愤怒的大声反驳 寒厉走出两步 身影漠然一顿 这男人的声音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好像是落云宗中他认识的一个人 寒厉摸了摸下巴 略思量之后 还是回身 向骚动传来的店铺走去 不管是谁吧 还是先看看再说 毕竟他现在身为落云宗的三大长老之一 实在不好故作不知的一走了之 片刻之后 寒厉远远的看到 一家小型杂货部前 有十几名修士围观着 里面好像有数名修士在那里对峙 其中一人黑衣阴挺 一脸怒容 竟是在世间大会上见过的火云风 孙火 短短二十年没见 这位叫孙火的青年面容没有多大改变 不过修为精进了不少 而在他对面的则是三位面容不善的本地修士 看的样子似乎是这间店铺的掌柜的和伙计 这个时候 居中一名留着短壶的掌柜的模样的修士 两眼一翻 宠孙火说道 一块不值一文的牌子 我要它有什么用 万一你不要辞令牌 回去以后马上返回洛云宗 我难道还真不远万里的追到西国物城 行行行啦 废话少说 既然临时没有 就将那储物袋中的东西拿出来 给我抵押在这里吧 至于那张火云符 你以为是一般的终极符吗 它是我们天天呈制服大师的作品 那岂能和一般的火云符相比 收你三百灵石已经便宜你了 难道洛云宗的修士一个个都是穷鬼 说完了这话 这位掌柜的瞅了一眼一旁 火在手上拖着的木盒 脸上露出了几肤痛心之色 仿佛真吃了大亏一样 好 好 东西是你们的 你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这张普通的火云符 你们也能说成是制服大师炼制的 孙火一听这话 怒急返笑 怎么 是不是大师炼制的服 你能区别的出来吗 还是你真不想赔偿本店损失 那可就不要怪本人通知本城的执法使了 啊 掌柜的冷笑一声 不客气的出言威胁起来 孙火听了这话 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啊 九国盟的执法使来了会偏向谁 不用问 他也知道的 况且这件事还真是不清不白 看来这个亏 真是吃定了 脸上变颜变色了一会之后 孙火一跺脚 猛然的往腰间的楚戴成一拍 顿时一打各色服出现在的手上 大多呀是初级中下阶的低级服 这些服虽然级别不高 但足以暂顶二三百零时了 掌柜的一听脸色一缓说道 这还差不多 然后伸手就要去接服 这张不是的 还没有等店铺掌柜的将服拿到手 孙火的目光向手中的服一扫之下 脸色忽然一变的一收手 并马上从那些服中抽出一张残破近半的黄色服纸出来 一张破成这样的空白服纸 还如此紧张 你们洛云宗啊 还真是穷得够可以的了 那掌柜的一愣之后 又面露讥讽之色 然后再次单手向前一抓 就要把那些服抓到手中 但就在这个时候 眼前人影一闪 一个人默然插到了两人之间 并将那些服一把揭了过去 孙火的吓了一跳啊 那名掌柜的更是急忙后退几步 惊怒的叫大 是谁 你要干什么 不干什么 只是听阁下三番两次 说我们洛云宗怎么怎么的了 阁下能当韩某再说一次吗 这名插足进来的修士 面无表情的冷冷说道 才说完这话 一股惊人的气势从他身上放出 巨大的灵压从天而降 顿时啊 让附近的修士神色大变的 不由倒退束缚 有些修为浅些的修士 还没有站稳脚步 就立刻觉得身上 泰山压顶一般啊 而恰好路过的两名 杰丹修士稍好一些 再也身形一晃 其中一人更面色惊慌失色的说 忍应其修士 前辈尼 哈利歪头 冷冷的斜撇了两名 杰丹修士一眼 立刻将那个人还没有完全出口的话 吓得吞回了肚子里 他们是两名陌生的中年修士 韩利并不认识 也不知道是哪一派的修士 这个时候 韩利面前的店铺 掌柜的和两名伙计 早已被近在咫尺的巨大灵压 直接压在了地上 无法动弹分毫 他们满脸惊苦 再听这韩利经是一名元英妻修士的时候 更吓得是魂飞天外 急忙开口想求饶 但是三个人的身上重弱泰山 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哪还能开口说出半句话了 四周修士 也个个面无人色起来 有些生怕殃及驰鱼的胆小的修士 早就悄悄的溜走了 站在韩利身后的孙伙 因为韩利的特殊照顾 除了同样被逼退了数部之外 并没有任何异样 不过他认出了韩利之后 脸色一变 立刻上前大礼参拜 第四孙伙 参见韩师祖 韩利不再理会眼前三人 一转身 目光从孙伙手中捏着的 那半张符纸 看了一眼 看来不用我多说 你已经知道我现在的身份了 弟子当日 不知师祖真身 多有狂妄之言 还望师祖恕罪 孙伙呀 想起在圣地的时候 对韩利不公的情形 心中大感不安 嘴里边 赶紧老老实实的 先自我请罪一番 行了 当初我还没有成为本宗的长老 自然不会责怪你什么的 哎 倒是你手中的这半张符 好像和我有一点渊源吧 韩利盯着孙伙 慢慢的说道 残服 难道师祖就是 孙伙一呆之下 大喜过望 想再说些什么 远处 就有一道迎红 从低空处飞蛇而来 此时 一会再说 韩利白手 制止了孙伙下面的原语 眼睛一眯 望向远处的动光 可以在天天城不受影响 飞顿的修士 自然只有九国盟的执法使了 他们专门负责整个天天城交易会的前后秩序 孙伙自然不敢说下去 当时老实的束手站在那里 可他心里实在压抑不住兴奋之情 握着符指的那只手掌 不觉更小心了三分 这个时候 那金红在韩利身前光滑一脸 现出了一位黄发老者 有结干中期修为的样子 在胸前 绣着一把金色小剑的图案 正是执法使的标志 老者从远处就飞蛇而来 虽然是感应到了韩利刚才放出的惊人气势 但是职责所在 所以明知这里有元英奇修士发威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过来了 不过他一看见街道中间站立不动的韩利 就双手一抱拳说道 晚辈天天呈执法使 五陪 不知前辈为何发怒 可有晚辈效劳之处啊 这位执法使面对一位元英修士 自然客气异常 没什么 只是路过这里 听见贵城的这位店主 对我们洛云宗有些微词 故而想让这位道友在韩某面前再说一遍而已 韩利双手倒背 然后冷冷的说道 啊 这 这肯定是这位掌柜的胡言乱语 他们三个人如何敢得罪前辈呀 哎 你们三个人还不快过去赔罪 老者一听韩利这话呀 大感头疼啊 像这样牵扯到宗派名声的事情 可是能大能小 实在是难以说清楚啊 故而先安慰一句之后 立刻一板脸 向掌柜的三个人怒声呵斥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怀人修仙传第402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